柯文哲被收押后 太太陈佩奇被发现说法一变再变 不过现在检方将她列为证人 但据传陈佩奇几乎没有天天回家 而是选择住在旅馆 是刻意躲媒体还是自知 可能会再被传唤 忙着眼里策略 柯家的金流传出人疑点重重 周刊日前爆料2020年起 陈佩奇两阶段密集到ATM 存钱60次共619万 时间点正巧跟金华城 或省信金相关 甚至传出检调也在追查 陈佩奇晒出的1628万元的金流来源 和当初约谈供词的内容不一样 这个6年来讲就是说600万 那一年100万 我去ATM我说一年10次的话 那如果一个月一两次 我不觉得大家觉得 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 检联要查的是不明现金怎么来 但陈佩奇被质疑 总是答非所问转移焦点 资深媒体人黄阳明分析 柯文哲曾说钱都是太太在管 检方不排除是故意把陈佩奇留在外面 看看柯家大账房 是否会在这时间点跑去跟谁联络 又或是到哪个银行处理账务 如果陈佩奇对外的说明 跟被告柯文哲等人的公诉不一致 检方之后还是非常可能会以证人 甚至是被告的身份再度传贯陈佩奇来厘清案情 陈佩奇在镜头前谈金流 若汉遭约谈时说法有出入 恐怕构成未证罪 柯家的迷之金流还有哪些问题 大账房陈佩奇虽然续保自由身 但也很可能将被二度约谈 就等金流网络梳理清除 三十六节还明成突退保动